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 早年间呢 武田信玄攻灭了信农邹访氏 为了控制邹访的地盘 信玄将邹访家当主邹访赖众的女儿纳为妾氏 不久呢 就生下了圣赖 由于圣赖在家中排行比较靠后 所以基本上与家都无缘 信玄是打算让他继承邹访家的 因此呢 在他圆赖后就取名邹访四郎圣赖 然而在1564年 信长的长子武田义信 密谋杀害信玄的事情被揭发 信玄将义信的继承人地位免去 最终幽禁致死 二儿子信亲天生就是个盲人 所以呢 不可能接人家都 三子信之 年幼时就早邀 于是这圣赖就成了武田家的唯一继承人 1570年 信玄将圣赖从高远城召回支柱旗馆 把他放在身边培养以便以后接任家业 1573年 武田信玄在三方圆将德川家康暴揍一段之后 因病去世 圣赖正式继任武田家当主 对于圣赖继承人的身份有一些争论 有的说是信玄直接指定了圣赖 也有的说是信玄其实指定的是圣赖的儿子 信圣为家多 圣赖只是代赞 就是代理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一样 也不知为何会对此产生争论 圣赖的儿子信圣当时才6岁 就算是信玄让他继承的家业 那还是他老子说了算 也就是圣赖说了算 不可能让一个小孩去担负一国之重任的 所以说结果都一样 都是圣赖实际掌管武田家 这样一来 圣赖便成为了武田家第二十代家都 出任家都的圣赖开始大转拳脚 在1574年 圣赖出兵攻下了美农国的明治城 直接跟魔王开战 确实够虎的 那么接下来 圣赖又拿下了德川家康的高田神城 这个城池是连他爹武田信玄都没有攻下的城池 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 着实也为圣赖增加了不少彩头 也可谓是虎服无犬子吧 甚至连信长都在信件中夸赞圣赖 说他虽然年轻 但仍不可轻视 然而这些举动也为他带来了危机 你一上来就得罪了战国三节洞的两人 咱们就可以想象为啥武田家被灭的这么惨 相传信玄在去世之前 曾亲自将圣赖传唤到身边 并且留下遗嘱 让他整备国内势力不要肆意扩张 三年内不要给自己发丧 那就是让你低调一点 如果信玄的遗嘱属实的话 那么很显然圣赖是违背了父亲的遗命 虽然一开始尝到了田头 武田家的领地 一度比信玄在世的时候都大 但是后边的苦是他吃不起的 从这也能看出圣赖的大局官很有问题 作为一个刚上任的新军 尤其还是相对比较年轻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去马上对付一个 大家都公认的强敌 而是应该先稳定自身的势力 虽说圣赖可能是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 但其实是起到了一些反效果 当时武田家中都是一些跟随信玄多年的老臣 而且像信玄这样的大佬 在家中的功绩和威信是不可替代的 并不是说你在魔王那里占点便宜 就能跟你老子相比 同时信玄留下的不可随意征战的一命 就被圣赖这么无视了 所以这些老臣们都非常不满 1575年 圣赖又开始招惹德尘家康 率领15000部队围攻长小城 长小城城主奥平真昌 率领500名士兵死守 并且立即向家康求援 家康赶快找了老大哥支田信长来出头 最终信长亲自出阵 率领3万大军与家康8000人联合 一起救援长小在舍乐园部阵 武田家众家臣得知魔王亲自率军出阵 而且对方人数也是碾压自己 纷纷劝谏圣赖赶紧撤军 这回是占不到便宜了 然而圣赖当必自用 似乎对于自己的实力非常有信心 执意要与信长开战 于是圣赖就留下3000人继续攻打长小 自己则率领12000人 前往舍乐园 摆开阵势与信长对峙 两军只隔着一条河流 此时的圣赖仍然是有机会撤退的 家臣们也数度的劝谏圣赖 然而圣赖一意孤行 这些自信玄时代起 就战功赫赫的老臣们 深知此乱九死一生 于是在战前 大家都聚在一起痛饮 以互相慰藉 当年的5月20日 德纯四天王之役的九景中赐 奉信长之命 率领约4000精锐 在晚上偷偷渡过河流 突袭武田家攻打长小城的部队 成功将武田家的退路切断 如此一来 圣赖也只能与信长决一死战 魔王这边早就设置好了蓝马等各种攻势 着重应对武田家的赤背骑马队 据说在此战中 魔王动用了3000艇铁炮 当然这个数字的可信度很低 根据相对可信的史料记载 应该只有千余艇 但是即使是如此 也是史无前例的规模 而且信长在此战中使用了著名的三段机 当然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枪手战成三排一次射击 应该是一杆铁炮配三个人 后边的两个人只负责装填弹药 前面只管射 这样就大幅度提高了装填速度和射击速度 5月21日 武田家的士兵分成五波 开始对支田家发动冲锋 结果骑兵们受到了蓝马等攻势的严重阻挠 纷纷止步不前 成为了支田家铁炮部队的火把子 并且由于采用了三段机 支田家铁炮可以对武田家的士兵造成持续的打击 几轮骑射过后 魔王和家康立即派出大将 与对面展开白人战 厮杀非常惨烈 同时那九锦中刺和长小城守军从后方杀出 将武田家的部队来了一锅端 圣赖本玉亲自冲杀进信长本镇 但是被家臣们苦苦拦下 只好接受限时 命令全军撤退 据说他只带领了十余计撤出战场 将自己的帅骑金印全部丢弃 非常狼狈 此战武田家损失极其惨重 死伤人数达到一万多人 回到贾飞的士兵只剩三千 数位重臣和名将战死 使得武田家人才断层 你像山县昌井 马场信房 内藤昌丰这样的大将 都死在了战场上 武田家赖以成名的精锐 赤背骑马队损失殆尽 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开始走向灭云 知田信长高兴的在信件中写道 武田精锐均已溃散 圣赖以不足为俱了 经过长小之战的沉重打击 圣赖这次学乖了 开始积极的整顿内政 进行减低 对外贸易 充实国力 并且开始与上山家搞好关系 当时的上山倩信还活着 是唯一能与魔王对抗的人 同时 知田信长和德川家康 趁着大圣的势头 吞并了不少武田家的领地 好在圣赖采取了以上的一些积极政策 算是抵挡住了魔王和家康的攻势 由此可见 圣赖虽然刚毕自用比较莽撞 但是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毕竟是信玄的儿子 1578年 上山亲信去世 上山家发生御馆之乱 上山景圣与上山景虎 开始争夺家都之位 这个咱们上期讲过 由于上山景虎 是出身于北条家 因此北条家当主北条市政 决定出兵帮助自己的弟弟 然而当时北条家有其他的战士 一时半会儿戳不开身 于是市政就拉上了圣赖 让他先出兵帮助金虎 当时的北条家和武田家 关系是比较好的 类似于同盟的关系 圣赖一口答应 说我先去给咱弟弟拔创 结果等圣赖领兵到了月后 上山景圣开始疯狂的贿赂他 又是大把的黄金 又是割上土地 圣赖可能当时确实是需要钱 也需要地 毕竟在长小之战损失太惨重了 然后话锋一转 充当了调停者 并且很快就撤军了 结果这下可害死了圣山景虎 北条家的哥哥们又来不及救他 最终的景虎兵败自杀 好了 这会儿可算是干下了 北条市政大怒 认为圣赖背弃了自己 愤而转向了知田家 与信长结盟 这里又得说 圣赖的大局观实在是太差 说实在的 作为一名君主算是不合格的 钱可以慢慢挣 地也可以慢慢打 但是盟友丢了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就回来的了 而当时的武田家 恰恰是最需要盟友的 凭自己是根本无法抵挡魔王的 可是圣赖却为了眼前的这点金子和土地 损失了一个盟友 多了一个敌人 而新的盟友上山景圣 已经被狱馆之乱弄得半死不活 怎么算都是武田家亏 后来圣赖可能也意识到问题了 就赶紧向信长表示希望和谈 结果魔王说了 爷就是要灭你 免谈 经过长晓之战的大败和这一次决策的失误 本身就没怎么建立起威信的圣赖 更加是没了人望 很多家臣纷纷叛逃 武田家乱成了一锅粥 1582年 信长下达甲州征伐令 支田 德川 北条等各联军 以17万的总兵力分路向武田家进攻 圣赖根本无法抵挡 武田军连连败退 有些在前线的家臣就直接投降了 后来圣赖决定放弃主城新府城 当时战国老强头草 真田昌信建议圣赖前往自己的严贵城 但是圣赖最终选择了前往肃老小山田信茂的严甸山城 也许他觉得小山田更信得过 结果实施证明圣赖的决定又错了 小山田信茂临阵倒戈 不允许圣赖进入自己的城池 圣赖只好带着一家老小48人逃往天目山 这里供奉着武田家的祖先 后来天目山被龙川异议的三千人围着水泄不通 圣赖率领一众人抵抗一阵之后 自知必死无疑 于是在供奉自己祖先的寺庙和妻子自杀身亡 享年37岁 圣赖的首级被送到京都销首示众 曾经强大一时的武田家致此灭亡 武田圣赖作为家中四子 本无缘家都之位 但机缘巧合之下有幸掌权 然而圣赖不听从父亲信玄的一命 并且行使莽撞 刚愎自用 眼界狭隘 缺少作为一名君主应有的大局官 使得强大的关东一霸 武田家遭到覆灭的悲惨命运 如果他能积极的搞好与关东各大明的关系 拖延支田家对自己的攻势 不用多了 几个月就行 等本能寺之变的大火一烧 圣赖说不定就活下来了 不禁让人唏嘘 虽说圣赖对于武田家的灭亡有主要责任 但他敢于跟强敌对抗 并且在早期确实是收获了一定的战果 而且在长小大败之后 能立即采取措施 稳住局势 可见圣赖并非无能之人 只可惜自己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